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而今年度加拿大电影界的十大好片评选结果也正式出炉 到底有哪些精彩的电影 我们记者来自多伦多的报道 这些脱颖而出的加拿大本土电影 是由全国200多位影视界资深人士 在2011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众多参展电影当中 筛选出的十部长篇电影以及十部短篇 今天在主办方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邀请下 这些电影的制片和导演们纷纷赶来现场 共同庆祝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 今天的获奖电影中法语影片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马黑盖是魁北克导演吉·Edouan的新作 讲述了由一个农场保卫战以及家庭矛盾引发的令人深思的故事 两个年距离编较污 另外一个轻松幽默的法语电影《Starbuck》 则讲述了一个男子 阴差阳错的成了50多个孩子老爸 则讲述了一个曾经巧舌如黄的汽车销售员 在退休后和从前天差地别的生活 由塞巴斯迪安·皮洛特指导 主演《基尔波特·斯科特》 以他细腻而质朴的演技 成功刻画了这个极精明生意人和慈爱的长辈于一生的老人 在金钱和人性之间的纠结 在今年的电影节刚刚获得加拿大最佳专题奖的英语电影 Edwin Boyd 讲述二战期间 主人公Edwin为了养家糊口去抢银行 以及后来发生的事 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 虽然看似冷酷 而影片情节却散发着温馨气息 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优秀影片将在1月5号到15号之间 在多伦多TIF的贝尔光和Bellbox放映 其中的一些电影也将陆续在温哥华 波台华等加拿大主要城市定期上映 新台人记者蓝军多伦多报道